食物是我们每天会接触的基本元素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 饮食文化更是提升到一种不同的层次 除了食材之外 七明的本身近年来也逐渐变成饮食美学重要的一部分 装载食物的陶瓷器 已从原本的食用技术转化成工艺物件 并融合艺术的与会呈现在餐桌上 让我们在品尝食物的同时 不只是味觉方面的饗宴 更是一场视觉的美学体验 到了工业社会以后 台湾的经济也蓬勃地发展 人走出去的机会就变多了 那走出去以后你才能够看到 哇 原来食物也可以这样子吧 为什么到近年来 所有的餐饮界它会比较注重在于 像视觉上 在触觉上 餐具就属于是比较触觉的部分 去做一个结合 当然在近期也受了日本很大的熏陶 那也因为经济发展以后呢 每一个人比较注重到这一块 因为看到了他知道 哦 原来可以这样子 生活中看起来随手可得的食物与餐具 经过个人的巧思与创意 也可以变成一场视觉 味觉与触觉的艺术饗宴 艺术与生活距离有多远 藉由六大感官捕捉周遭美丽事物 原来艺术就是我们的生活 感恩社会福利基金会 邀您一起遨游新生活美学 感恩社会福利基金会